看到手機通知響起 趕緊騎車前往地點 隨著本土病例每日破萬 居隔人數也越來越多 外送員不得不提高警覺性 距離就會稍微把間隔拉開一點 東西在這裡 然後就趕快進電梯 趕快跑走這樣 就怕這樣的事情一再上演 指揮中心邀來外送公會討論 現在明確定案 如果外送員遇到確診 居隔者開門的話 可以提出檢舉 也全面禁止外送員 把餐點送到醫院院內 同時也推廣無接觸送餐 另外指揮中心也正在沿拟 降低現金接觸的風險專案 盡量能夠用電子的支付來做 可電子的支付來做 又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資訊的落差 或有一些沒有這樣的工具 所以我們還是跟金管會也談 怎麼樣用這個多元的 電子支付的平台協助 大部分的都可以這樣做 只能用現金支付的居家隔離 確診者 衛福部 沿你組外送國家隊幫忙送 只是有外送員 有意願嗎 要是目前一單兩百塊為基準的話 外送員可能不用那麼多啦 可是還是要有相應的基準 外送公會向政府喊話 除了提高獎金 目前疫情延燒之際 每個禮拜應該會提供一次快篩 給外送員 指揮中心表示將與經濟部延商 是否由公費配給 看來要組成這外送國家隊 還有諸多細節人帶討論 近新聞來是何孟哲 王仲鈞採訪報導 建議員 approached Kolm Hills 上面烈賣 香港人aways Thanks 沒有